Hi 我是飞龙 游戏将以三人游戏为基础 先看到玩家的设置 每位玩家做以下的设置 拿取一片玩家版图 加一个木鸡、一个稻米以及八文钱 选择一个颜色 拿取对应颜色所有的物件 将木鸡以及四个手下指示物 和一个生活指示物 放在自己面板上对应的位置 没用到颜色的指示物皆移除游戏 接着看到中央的设置 将主板图以正确人数那一面朝上 左上角的一月放置月份指示物 用来记录现在是哪个月 将鲜鱼黄色的、烟枪黑色的 与烟草白色的原片 根据背面分成春夏秋冬四叠 夏秋冬三叠面朝下放在上方对应的位置 春天的全部面朝上放在中央商城对应的位置 鱼就放在鱼商饭 另外两种放在烟草商 由最近去过日本 或者是看过炎炎消防队的人当作起始玩家 顺时针轮流将老板指示物 放在中央偏上的巷弄中最下面的空格 代表着起始位置 将计分标记放到右下角分数轨的位置 左下角放置30或60分标记 中央下方放置火灾板块 将消防指示物放在左边消防轨0的位置 消防指示物由上而下 是老板指示物由下而上的放置 建筑牌随机抽出6张 面朝上放到版图外边 其余直接移除游戏 角色牌根据排备分成4剂 分别面朝下洗混放在附近便可 其余的物件放在附近好拿出 这些资源没有上限 不够请自行找东西代替 最后拿出4张骑士角色牌 由老板指示物上而下轮流选择1张 放到版图4个角落之一 放置后放置自己的一个手下指示物 到此牌最右边下面的空格 最后没选到的牌直接移除游戏 那么设置就完成了 接着看到游戏的概略流程 游戏目标是 要从游戏中透过花朵来进行分数的计算 粉红色为立刻获得 红色为游戏结束时才计算的分数 游戏中要尽可能的获得这两种分数 游戏总共有13个月 也就是13轮 除了第13月以外 每个月的规则差不多 总共有3个阶段 基本上就是从自己玩家面板 从左而右的执行过去 第一个是生活决定 会放开4张新的当季角色牌 根据自己消防能力高而低 放置自己的生活指示物到顺位轨上 也就是有优先选择权的玩家 不一定要第一个移动 可以比较自由的选择自己想执行的顺位 再来进入行动阶段 总共有3件事情要逐个照着顺序执行 第一步是获得收入 或者是花费资源聘用角色 第二个是移动老板指示物 与摊商或摊党做生意 最后是拿回自己的生活指示物 最后一个是4件阶段 若本月为季末 也就是36912月的话 则需发薪水给自己的员工本 要把这些标记指示物替换掉 这个在后面会详述 季末以外的月份 会让每被聘用的角色牌升值 会在上面放置一文钱 若本月为补8 11月则要结算火灾 这个有画在图板上面不用印记 而游戏中的第13个月是特殊月 基本上只有一个动作要执行 现阶段只需记得 第13个月与前12个月的规则不同便可 在进入详细的流程介绍之前 要先介绍这游戏的物件以及一些概念 消防等级是游戏中非常重要的数值之一 决定了每个月放置生活指示物的优先顺序 以及是否能够防御住火灾的重要参考依据 游戏中有4个区域 每个区域有4个摊档 基本上一个区域都是同样类型的牌 会比较有优势 有点类似素食街或是电气街的那种感觉 最扣进中央的4个是热门的三角窗位置 这个先记得就好了 接着看到角色牌 当聘用角色时要先支付左上角显示的文钱 然后放到一个空的摊档区 并且拿取自己的一个手下 放到右边最下方的空格 因此要是玩家已经没有手下了 就不可以聘用 若这个角色有消防符号 代表聘用时会立刻帮你上升一格消防等级 下方是这个角色的能力 所有老板皆有机会跟这个角色做生意 并发动他的能力 右下角的图案是这个角色的分类 基本上透过颜色就可以区分 总共有5类 右上方是角色的经验值 在游戏中有机会提升经验时 就将此牌的手下上退一格 若手下达到最顶 代表此角色已经退休 其上的手下会收回给对应的玩家 可再次使用 此牌会根据颜色放到玩家的面板上方 这个跟算分与心经有关 若最上方的是黑圈 则不用额外执行事情 直接放到自己面板前面就好了 若最上方这一格有红圈 代表退休且仅退休时会获得这个奖励 最后是建筑牌的介绍 左上角是建造费用 支付过后 此牌一样要放在一个空的摊档 并且在旗上放一个手下 代表派他管理这个建筑物 下方为持续效果 右下方为结束时可获得的分数 建筑物的手下不会退休 只要这张牌还在场上 就意味着玩家少一个手下可以使用 但建筑物的能力也不会被别人使用 能力仅有持有者可使用 这些概念介绍完之后 就可以进入游戏的详细流程的解说了 从当季角色牌中放开4张新的角色牌 不要弃掉任何上个月剩下的角色牌 之后根据消防等级由高而低 轮流放置自己的生活指示物到顺位鬼 若消防等级在同一格 则靠上的人优先放置 顺位鬼每格仅能放置一个生活指示物 都放置完之后进入行动阶段 此阶段分为三个步骤 收入或聘用 移动老板 以及拿回生活指示物 收入与聘用是两个行动选一个执行 收入就是直接拿取四文钱便可 聘用的部分 支付一张现在翻出来角色牌 左上角的费用 将自己的一个手下放到其右边最下面的位置 然后将这张牌放到一个空的摊挡位置 若要放置到三角窗 则要额外支付两文钱 若无法完成以上这整个聘用动作 则玩家便不可以选择聘用这个行动 选完之后进入移动老板的阶段 根据生活指示物格子旁显示的数字 将老板指示物恰好逆时针移动这么多步 可以额外支付N格目击逆时针多走N步 N没有上限 且一个格子没有限制放置老板的数量 若玩家的生活指示物选择第一格 可以自由选择移动一到四步 并且会获得一文钱 但选这一格会是跳过收入或聘用的动作 在移动过程中 只要老板跨过了骑士那条小巷 整个面板上自己所有的手下 都会强制上推一格 移动完毕之后 老板可以根据所在的格子 发动这个摊商 或其上方两个摊挡 其中之一的角色牌进行交易 也就是发动效果 注意摊挡两格只能选一 但是摊商和摊挡的发动顺序不限 可以都执行或都不执行或仅执行部分 若跟对手的摊挡进行交易 此手下强制上推一格 跟自己的摊挡交易 不会上推 移动完老板之后 便可以回收自己的生活指示物 代表着回合的结束 所有人都收回完自己的生活指示物之后 进入事件阶段 根据月份可能会有不同事件 非寂寞的月份 将每聘用的角色牌上面各放置一文钱 这些钱会在玩家聘用角色时获得 且可以马上用于该次的聘用 消防月份 就是画有消防符号这几个月会触发 会有以下的事件 消防等级最高者洗云火灾板块 并抽出一片 上方显示了哪个区域会着火 火力由回合鬼上方的数值决定 也就是123次火灾的基础数值为580 从此区最边边开始往内烧 若没碰到角色或建筑物 则直接跳过到下一格 若碰到则进行下面的结算 先将火灾的基础数值 扣掉此格上方显示的数值 例如第二格会扣一点火力 然后看一下此玩家消防等级 是否大于等于扣完的火灾值 若有则止住火事 直接结束本事件 若无则此牌移除游戏 上方的功能会退回给对应玩家 且此火灾会继续往下格结算 若已无下格也会结束本事件 结算完毕之后 火灾板块放回本来的位置 不会弃掉 第三种事件是季末月份 若进入季末月份 则该季上未被聘请的角色会全部移除 上方的文钱也会全部退回 将地图上剩余的原片通通移除 并放入下个季节的原片 金色的一样放鱼饭 黑色与白色的一样放烟商 但12月跳过此步骤 并改为将所有的老板拿回手上 这与13月的行动有关 然后照图片逐个执行下面的行动 新金玩家获得自己手下位置 上方一格显示的东西 自己面前卡牌 亦会获得最上方显示的东西 但要记得不会获得红圈显示的东西 红圈仅会在退休时获得 第二个是同页奖励 版图的四个区域加三角窗区 分别结算 每个区域中若有两张以上 同种类的牌都会进行计分 玩家会获得这区这个种类的张数 乘上这区这个种类 由自己手下的数量 三角窗的四个点也是一区 请务必记得结算 最后是未养 玩家要尽可能为版图上 每个上在角色牌上自己的功能 支付一份稻米 若无法支付则立刻取回这个功能 并将该角色牌移除 但不会因此失去任何东西 例如消防等级 最后一个事件是第13个月 此月只有一件事情要执行 就是根据当下的防灾等级高至低 轮流的把手中的老板指示物 丢到厂商的任何一个摊商位置 丢到位置之后 如常的进行生意也会如常触发退休 当所有玩家做完此动作之后 游戏结束便开始算分 算分项目有以下几个 玩家分数轨上的基础分数 玩家面前有N种角色牌 则获得N平方分 包含版图上还没退休的 若有1-4种鱼类 则获得3-6-10-15分 有些鱼上有红色花的分数 记得加上去 根据烟草带 也就是白色圆片上的效果获得分数 若玩家至少持有一根烟枪 也就是黑色圆片 整理所有烟草带的总分会乘于2 获得建筑物排右下角显示的分数 最后剩余的资源根据下方换分 未使用的小判一个有3分 未使用的木头一个有1分 试文钱会换成1分 其余的资源不会换成分数 加总之后高分的人获得胜利 平手则看消防等级高 且在最上方者获得胜利 以上是江户直人物语的基础规则 下面介绍一下能力的通则 角色能力附在了说明书的附录 此处就只列出几个通则 直接获得 上方进化有资源获得分数 代表交易了就直接无条件获得显示的东西 黑色箭头 支付左边显示的资源获得右方的东西 特殊行动 执行一些行为时会有额外的效果 再来是摊伤的能力 容易看出来的就不特别讲了 讲几个比较有特殊状况或不好辨认的 消防塔 上升一点消防等级 若此时消防等级已来到最高 则将自己元片放到该点最上面 建筑工地 这个锤子代表着可以建造一栋建筑 斜线代表着择一执行 烟草商 可以自多烟枪与烟草各买一枚 费用显示在元片上 鱼饭 可购买一枚鱼元片 费用显示在元片上 将买来的鱼放到自己版图上 要注意的是每一季 玩家自多仅能买一条鱼 以上是江户职人物语的所有能力的通则解说 下面看到几个变体的玩法 两人游戏时设置有以下的更动 首先使用版图的另一面 再来是面朝下洗混站位板块 放到版图旁 某位玩家拿太阳标记作为起始玩家 对手拿月亮标记 版图的更动有以下几个 四角的区域变成三格 中间那格共享给两个摊商 但放置词典需要额外支付一文钱 两人游戏中没有三角窗这种特殊位置 在规则增减的部分 每次翻开新的四张角色牌前 会翻开一个站位指示物 卡住显示的顺位鬼位置 每个月根据下方显示的太阳或月亮 有对应指示物的玩家自选一张人物牌 免费的放到任意的空的摊档 不用支付任何额外费用 但也不会放置自己的手下 这是一个中理的角色 若拿取钱上方有文钱也不会获得 自然也不会因此上升防灾等级 这种中理角色没有防灾等级 只要交易过一次就会立刻移除 若还存在场上会算入同页奖励当中 以上是江户职人物语的所有规则 下面看到游戏的心得总结 江户职人物语是一款融合了成套收集 以及转盘行动的游戏 游戏中能做的选择与路线非常多元 也有很多的竞争成分 然而想要全部面面俱到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在这些大量的路线中 选择一条对自己最有利的路线 便是游戏的重点 但火灾就如同现实的天灾一样 记得先买好保险 不然就等着被烧一屁股啰 那这次的教学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请帮忙按订阅、喜欢和留言 每个礼拜二晚上 给肥龙一和作用频道 都会有新影片 那我们下次再见啰 拜拜